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带来了个人拥有的多项专利 在这个专家团队中拥有航空发动机博士 蜜蜂专业总是郑小青 机械工程博士梅拉特 有体力学专家张思君 航空豪天风炎试验台设计与建造者詹姆斯 工艺制造总是约翰 美国航空约翰雷曼德 他们都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知名专家 具有航空发动机蜜蜂零部件研发制造技术世界领先水平 正是这些高精精人才及先进技术的一进 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美国F119发动机推出已经20年 我国类似的沃山 15现在还在努力攻关 基础薄弱是最大原因 他们带来的是航空发动机蜜蜂技术 年产10万套航空发动机蜜蜂进检测中心实验室投入使用后 我国家成为近美德等国之后第五个拥有航空蜜蜂实验室的国家 届时可以进行边生产边检测 对于拟定生产工艺路线可以起到先导作用 并可以随时获得每道工艺的检测数据 对产成品进行综合性能实验检测 形成十分珍贵的实验检测数据 填补国家在航空发动机蜜蜂进沿着项目的实验检测数据空白 最近传来坏消息 郑晓卿博士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项目遭受沉重打击 一款新井跨大航空发动机 从蜂线技术实验开始 需要20到30年的持续努力 有人就问 航空发动机疯严是咋回事 这个能算高科技吗 简单来说 大家都知道 航空发动机就是一排排风扇 有片用周连接起来 依靠南起高温高雅驱动高速旋转 从而提供动力的机械 这种机械对于油耗和推力有很高的要求 要求油耗尽量低 推力尽量大 其中一个关键技术 就是要求严格控制液片和机霞的间隙 间隙大了 发动机漏气多 功率小 油耗大 间隙太小了 叶片顶状摩擦机霞 会要零件过早是小 所以设计制造的装配风延零件 从来都是航空发动机的一个重点难题 先进发动机的气流 密封零件 设计制造装配已经非常复杂 这也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的严重短板 我国航空发动机全面落后 殲-10 殲-11 殲-20战斗机 都曾经长期使用俄罗斯发动机 和殲-10 殲-11战斗机配套 不太航空发动机却跌跌撞撞 步履阑山 项目从1978年开始预言 1987年立校 2005年12月28日 完成设计定型审查考核 历时27年 而且就与数据造假 很多实验没做就交付 交付部队后故障高发 最终又花了十年多时间补交学费 不上可靠性这一短板 前后中共花了快40年 反观航空发动机最强过美国 对于航空发动机的态度 就明显看出差别 美国人从二战后 就列为重大专项 几乎是任何一届政府投资的重重之重 任何飞机项目都可以砍 但是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项目几乎不砍 每年几亿到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从不间断 对航空发动机所有部件 得任何可能的脑洞设计组合 疯狂烧前做实验 从零件到部件 从部件到整机 失败了无数次 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经过50多年的积累沉淀 到了本世纪出 第四代战斗机 F22和F35的发动机 F119和F135开始 几乎做到完美无缺 机少有问题 连海军舰在战斗机 F35C 都破天荒采用单发设计 可见对发动机可靠性极度自信 三代机发动机 F100 F110 让上百架 F16击毁人亡 的惨痛不会再上演了 出于对发动机可靠性的高度信任 美国人破天荒采用了单发现在战斗机设计 别人跟不起没有一款好发动机 就没有好飞机 美国人依靠强大的发动机技术 开发出一代又一代强悍战斗机 并对世界各国构成强大威慑 所以航空发动机已经具备了和核武器同等重要性 所以对于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技术 美国人严加保密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不放过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人 依靠马是不可能的 这是核心技术 没人卖你 而引进外来人才 仅仅可以解决很闪念的问题 对于航空发动机常见的各个部位 几百上千高发故障 完全无能为力 长 七看来还是要自己培养全方位人才 自己亲手一步步做实验 这事没有捷径 成功没有捷径 歼20战斗机 从牙式部局预言开始 花了三十多年时间 几万小时吹风的积累 谢谢你 我回答都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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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航空发展 我回答都不停 我回答都不停 好了 我是航空发展